我们刚刚讲到统计翻译最后其实变成一个优化问题 那台湾通常称为最佳化问题 那中国大陆会称为优化问题 但是我觉得优化这个词比最佳化好 因为不见得是最佳 所以是把它尽可能的变好 叫优化 好 那所以呢它是在找一个来源语言跟目标语言之间的一个最佳配对关系 那找到之后呢就把它统计起来 那这样就是试图从这个配对关系的分数上面去找最大的分数 那这个最大的分数通常是用几率的方式来想 因为不然你为什么给一分为什么给两分 没有没有一定的准则的话 那最后就会一团乱 所以必须要有理论来 来指导你怎么样去选择这种最佳的组合 那选这种最佳组合的方式 通常是使用几率统计里面的影马可复链模型 那采用EM演算法去做学习 那我现在讲的这些这几句话呢 听起来就很深奥 它确实很深奥 那所以呢 其实现在大家也都还在这边努力做研究当中 所以这个是整个统计翻译的前沿 那BTS代表最佳翻译语句 最佳翻译语句 那它就是S来源语言这一个的翻译 那也就是最佳化后的目标语言T的结果 OK 那这里我们来看个例子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翻译语句 如果你今天呢 我给你一个语句 你可以列出它所有可能的翻译语句 假设有1万句 没关系 就算有1万句 那我只要能够评判说 这一句跟那一句的分数几分 这一句跟那句的分数几分 那最后我从1万句里面选出分数最好的那句 就说最后应该是这一句最好 那如果你有一个判断的方式可以算分数 那你就可以选出最好的 OK 那这就是统计是机器翻译的一个最佳化的想法 优化的想法 那利用评估函数 Score去评估这个翻译的适当性 那这样子讲起来其实还是很抽象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真正的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图 OK那它有语句结构 然后我喜欢这个你还穿着红色的衣服 但是事实上你剖析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你不会只有一组 你会有很多组 光是爱可能翻成我 那喜欢可能翻成 like可能翻成喜欢 但是like也可能翻成爱 like可能翻成很多种 所以呢 当你要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堆的选项 那所以我发现我这里根本就没写完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东西在我网页里面的我拉出来讲 那所以统计师翻译到底做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这边的例子 从网页里面的例子 好比如说原文 这是原文 我们必须要先准备一个音和平行语料库 所谓平行语料库就是这句就是那句的翻译 我们要把这个每一句的句子对起来的那个语料库先准备好 然后呢我们去做统计 比如说在对照版这个里面 你会发现了翻译成那个 man翻译成男人 so翻译成看见 二翻译成一个 这样子的语料库对照版 我们要先有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训练 做统计 好 那甚至有些语料库 它会标记着词性的资讯 比如说这个是名词 那个是形容词之类的 那这种就称为标记语料库 那这种标记语料库是用来做解奇异的 比如说 the到底应该翻成这个还是翻成那个 还是man应该翻成男人 so应该翻成看见吗 lady应该翻成女生还是女郎还是女孩还是什么 它就可以经过统计之后可以用来做第一个解奇异 那再来呢 如果有剖析数的资讯 这个称为treebank 树库 那树库呢 就很难建 因为一个人就算建个一年也建不了很多句 好 那所以大量的 语料 大量的资料是可以建构出来 但是要建得越细的话 就会越来越困难 那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都还在建语料的 的对应当中 其实没有办法很自动的就建出很好的语料库 那但是统计的方法可以避开人为给权重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 感觉比较有希望的一种方法 那这个方法我们刚刚看到了 它的方法是从所有可能的语句ts里面 选择最适当的翻译语句t 那写成数学就长这个样子 那但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 但是事实上呢 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 因为统计翻译 它是用这样的方程式 但是它要透过最佳化的程序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说 我到底到底是在统计什么 我想要最佳化什么 优化什么呢 好 这时候这个方程式通行不够 你只看分数 问题是分数到底是什么 所以最后呢 是换成几率 几率而且是条件几率 这边用到被试定理 各位有人上过我的几率统计吗 我用R上的那一个 你们四年级的同学有吗 对不对 OK 那所以条件几率还有印象吗 条件几率 被试定理 那些东西 对R软体嘛 P of Ts 如果套被试定理 你还可以把它反转过来 对不对 变成P of St 乘以 上面是 是P of S还是P of T 下面也是病坏处理一个东西 那当你把它转成几率式的时候呢 那个几率式就变成说 我可以用组合的方式去组合出来 那怎么组呢 来这边就要套到实际的问题上面 我们才可以看得出说 你组合的方式到底在组什么 那这个方程式的直观意义就是说 它是在寻找最佳翻译语句 就是这个S这个来源语句呢 翻译成某个语句 那个语句的几率很大 那这就是最佳翻译语句 那去寻找这样的最佳翻译语句 那就必须要计算P of Ts 但是P of Ts怎么样子计算呢 通常你一个句子 这次翻译过 下次它不会再出现 如果你每一个句子都是 这次翻译过 下次它又出现 那我就把上次的查表 把它输出给给你就好 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句子常常都会重复出现 那我就把那个以前曾经做过的翻译给你 就可以了 而且甚至我直接从资料库里面查出来给你就好 但是大部分的句子都是 独一无二 从来没见过 这时候你就不能够直接从 从资料库里面查 比如说 有一些句子可以这样 像How are you 你总是可以把它翻成你好吗 那我只要从资料库里面就内见 How are you的翻译就是你好吗 那我到时候你句子进来我就查表 丢出来给你就好 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那他说How are you a mother 你就没见过 你要翻成你好吗 还是你妈好 那就很奇怪了 所以当你没见过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怎么翻 但是往往我们会见过一些短语 很多短语都会重复出现 那那种就 就我们几乎可以用统计的方式就直接翻 但是呢 有些呢 到了短语层次以上 往往我们就没有办法统计的很好 因为那种即使是三五个字 通常也不会在资料库里面出现 那所以我们没办法直接把整句拿来查出答案 那所以这个句子呢 就不存在语料库当中 那因为S这个句子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某种推估的方式来推估出PTS 那这个PTS怎么推估呢 通常是靠比较常出现的那些统计值来推估未知的统计值 什么叫比较常出现的统计值呢 比如说词汇的出现几率 这个我们可以统计的到 我只要 而且它不需要配对 这个词汇的出现几率就是 比如说的这个字的出现几率 方程式这个词的出现几率 因为这个词的出现几率 那所以这种词汇的出现几率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统计的到 那接下来呢 词对出现的几率 这就比较难 这要用平行语料库才有办法 就是P of WS WT 就是一个词被翻译成另外一个词的几率 这个要用双语料库才有办法 那再来呢 有时候这种一个词翻译成另外一个词的几率 很难取得 各位去想想看哦 中文有多少个词 英文大概有多少个词 以一本 你书店买得到的字典而言 词典而言 通常里面一般的词典就包含至少有十万个词 十万个词 如果你要记录词对的话 你就会发现是个大问题 十万个词 每一个词都可以被 都可能被翻成另外一个词的话 那就有十万乘以十万个词对 那就是一百亿 一百亿个词对 那这种会出现的几率 即使你用维基百科去做统计 维基百科大概也只有三G 三G还是英文版的 中文版的更少 那这样子你会统计到的数量会非常少 所以稀少性就会是个问题 稀少性是个问题 你统计就不够通用 所以有时候它还会根据类别来做统计 比如说这个词它被标记为名词的机会 这个词被标记为动词的机会 像这样 或者是某些规则出现的机会 某个规则它出现的几率是多少 比如说P of girl 就是girl这个词出现的几率 P of n代表名词出现的几率 那P of girl 女人 代表girl被翻译成女人的几率 这个词出现 girl被翻译成女人 这个词对出现的几率 好 接下来呢 P of d,t,ad,j,n,p 那就代表一个定词 后面接着一个形容词 再接着一个名词指句的几率 好 那P of ad,j,girl 就代表形容词后面接girl的几率 但这网都会很小 这网都会很小 注意哦 这边不是条件几率 这边不是条件几率 是绝对几率 绝对几率 那到了这边才是算条件几率 那我们想算条件几率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透过绝对几率 再加上倍式定理去算 才容易算得出来 所以当我要算 这个t是一句话 s是一句话的时候 我要算Pts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算 最简单的模型是 逐次翻译式的 什么叫逐次翻译式 就是我只考虑这个字会翻译成另外哪一个字 我这个词会翻译成哪一个另外的词 但是我不考虑语法结构 当我不考虑语法结构 我只考虑逐次翻译式的情况之下 那我就可以把Pts呢 改写成Pt1s1t2s2tnsn 那这些几率都乘起来 你就可以用一个 用一个乘法 乘法连乘的符号 这是连乘的符号 然后呢 去从1乘到n 连乘的条件几率的乘法 从1乘到n 那所以我就可以算 因为这个T1s1这些呢 可以统计得到 并不难 所以我只要统计出来说 也就是说 S1被翻译成T1的机会是多少 那问题是 S1可能也被翻译成另外一个T T1'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选 到底应该翻成T1 还是应该翻成T1' 那这边看一个例子 Pts呢 等于Mts等于Argmax I等于1到nPtisi 这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公式 我们这个公式 但是我们加上选择的结果 就是选出最佳的翻译的结果 那这里 I like the girl in reddressing 这里放大一点 I like the girl in reddressing 那它可能I翻成我 有0.8的几率 但是呢 它可能翻成1 为什么 因为I是那个罗马数字1 OK 它也可能翻成1 对不对 那I have可能翻成别的 like可能翻成I 0.3 翻成喜欢0.2 翻成像0.1 翻成相似0.05 OK 你去统计 可以统计出这些值 那I can翻成这个0.3 翻成那个0.2 Girl翻成女孩0.4 翻成女儿0.2 翻成母的0.1 好 印翻成在0.3 鱼0.2 朝向0.1 穿着0.05 带着0.04 像这样子 你统计 可以统计出这些 Dressing翻译成打扮 服装 服饰 衣服 穿衣 朱礼 填料 敷药 OK 这些你到底选哪一个才对 这里你就会有选词的问题 那我们要解决这个选词的问题 可以靠统计 用双语的语料库来做统计 可以的 好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利用刚刚的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我就可以从里面选出一句 一个对应 比较好的对应方式 那这里你就会发现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我 喜欢 这个 女孩 穿着 红色 衣服 你如果可以选出这样的话 那你就达到那个翻译的功能 OK 那但是这只是字面翻译 还没有到结构 语句结构的部分 那要到语句结构的部分呢 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好 那所以 候选词的几率 我们把它最大化了 最大化了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 这个 以单纯这样的公式而言 它是不可能翻成 我喜欢 这个女孩 穿红色衣服 它不会翻成这样 它会翻成什么呢 我爱这个 女孩在红色打扮 为什么 因为这些层级还最大 OK 我把最大的都拍在前面 所以它会翻成 我爱这个女孩在红色打扮 好 那 但是这样子是没有考虑语法的 你把语法也加进来 继续算几率 你就有可能 去 得到一个更好的几率模型 那 更好的几率的配对 那这个配对 就必须要用 背识定理去做 去做推论 那 背识定理可以用来做反转 这个在激励统计上面 我们有 讲了很久 背识定理可以用来做激烈的反转 那 你就会发现说 OK 我可以用像这样的二连词公式去考虑 二连词公式 就是考虑说 不只是 单词的几率乘起来最大 还考虑 我会不会接爱 爱会不会接这个 这个会不会接女孩 女孩会不会接在 在会不会接红色 红色会不会接打扮 把二连词考虑进来 你可能就会发现说 OK 那 再红色是很奇怪 很少出现 穿红色比较多出现 穿着红色衣服 哇 那合理 因为穿着红色衣服 穿着 什么色衣服 很常出现 你有这样子的统计的话 你就可以 在 二连词的上面去把它 提高 OK 那提高之后 你就不会翻成 我爱这个女孩 在红色打扮 你就有可能翻成 我 我 爱这个女孩 穿着红色衣服 类似像这样 那 这个是用 二连词模型 演进来之后 那但是呢 如果 我们进一步 考虑 连接的关系 那用二连词模型的话呢 你可以把公式改成这个样子 因为 因为二连词模型 的话呢 有些统计 你必须要 用条件几率 你也可以用对视定理把PTS反转成PST乘以PT OK 那这时候你整个统计都反反转过来 那也就是说你本来用原文来估计译文的几率 现在你可以倒过来 现在你可以倒过来用译文来估计原文的几率 那这个在反转在统计上面很有用 因为原本我们用原本我们用原本来估计原文来估计译文的几率 原文来估计翻译之后文章的几率 你现在倒过来变成用译文来估计原文的几率 OK 那 这个反转有时候会让你原本查不容易查到的那些配对 变得容易查到 OK 所以现在统计试翻译有很多人在研究 很多人在研究 那在我们学校其实我们学校不是一个研究型大学 我们学校其实比较像是一个社区型大学 或者是教学型大学 但是很奇怪的是 全国的学校都想做研究型大学 那事实上我们就不是 因为我们学校的发展的状况是不可能朝研究型大学去走的 那所以 这也不是不好 其实反而是好事 就是说我们我们不是研究型大学 但是但是社区型大学或者是教学型大学其实就是把东西交好 那研究型大学往往交的上面它会它会跳过太多东西 好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几率的估计比较不容易的时候 我们会改用资讯理论上面的资讯量去估计 那这样子去找出最大 就是最大就是最可能的翻译也就是最大压缩率的最小资讯量的翻译 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方法 好那在这里我要稍微跟各位看一下 这我之前写的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是讲机器翻译和EM学习法 那EM学习法是一个很 怎么讲 不容易理解 但是呢 却很强的演算法 那EM演算法它的公式写成这个样子 ArcMax就是 就是寻找最大化的解答 那寻找谁最大化呢 这个P的最大化 然后呢 它有一个Z参数 这个参数是未知的 但是我去找 寻找这个参数 调成什么值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最大 那所以当它去 去用这个方式算的时候 它可以算出一个最大化的Z 最大化的Z之后呢 这个Z称为引变数 然后 然后你再把那个Z套回去 再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就会发现那个模型建立的通常不错 那举一个例子 如果要做英翻中 而且是没有加翻译规则的英翻中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算式 用这个算式去算 那这个算式是符合贝斯定理的 符合几率的法则的 那这个L呢 L是资讯量 就likelihood 最可能 就是最可能的翻译的资讯量 好 就是logpsz 好 那这里 如果你今天没有考虑规则 你可以用这一组的 五规则翻译式 如果你想要学规则 你可以用这一组的 学习规则的翻译式 但是想找的就是这个R 想找的是R 如果是无规则的 这种英翻中 你可能想找的是这个S 就是来源 词汇是哪一种词汇 如果是 学习规则 你想要找的就是那个 我想要学的那个规则 那如果你要学习的是一个 二连词的紧接规则 那你就可以想找的是 W1 W2的配对 那如果你要做词汇分群的话 你可能找的是某个类别 就某个词应该分到哪一个类别 好 如果你今天呢 想使用中介语言去找 那你可能会用某个中介语言T 试图去寻找T 如果你想做文件分类呢 那你就可以去找 好 中介词汇 然后去做文件分类 OK 那这里 有一个一二迷算法的一个 一个例子 因为刚刚讲的那些 比较没有实际的例子 那我们来看 实际的例子通常会太复杂 所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 1M演算法是使用高斯分配 就是常态分配来描述 某个案例例属于某个群奇的几率密度 然后再用这个几率函数来取代 一个刚性的 可谓刚性就是二分法的 0或1的距离函数 那1的步骤呢 它是计算 适栏函数 就是S相对于Z的条件几率分布 像这个QC.OPC.T 然后他用这一个公式去计算 那计算完这是期望步骤 期望步骤做完之后呢 他再去做最大化的步骤 最大化的步骤 就是找出一个Zt加1 这个参数Zt加1 它是Zt的改良版 透过Zt和Zt上去做最大值的选择 然后会找到Zt加1这个改良版 那这样一代一代算 一代一代算之后 你的Zt就会越来越好 当你的Zt越来越好了之后 最后你学习到某种程度 你就咔 然后把这个Zt拿来用 就可以 那这里就很多数学 非常多的数学 那就是用最大自然法则 去做 那这里有一些数学推导 那所以总结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一页演算法可以总结成一个公式 就是Ht加1呢 就等于最佳化之后的H 这个SigmaZ PZ等于Z XHt 那这里数学的部分 就不细讲 但是各位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可以去学习像翻译的配对 然后寻找最好的翻译 这样大概就OK了 然后你真的要实做的时候 你就要去了解这个数学 好 那这学期我大概没机会 实做到这里 但是会实做简单的翻译 其实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要实做到一页演算法 恐怕 下一次我开的时候才会实做 好 那这是一页演算法的一些例子 好 那这里 如果想要进一步参考 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网页 好 一页演算法 OK 好 所以呢 统计式翻译 最后变成一个优化问题 好 那就到了我们的结论 好 所以 机器翻译通常可以分成 统计式的和规则式的 那现在统计式的越来越受注重 然后 规则式的其实也还有需要用 统计也有 也有一些很难统计规则的问题 那 当然从刚刚的一页演算法 我们看到它是可以拿来学习规则的 但是真的 会 会有它困难的地方 那像 有一个做得很好的 叫 Joseph Osh 那 他 本来好像是Stanford的一个 一个助理教授 后来他就被挖到Google去做 那 后来我记得 前几年有听到Google在讲说 他认为 机器翻译技术可以在五年之内 达到人类翻译的水准 我觉得这个Google 的那个发言人很不谨慎 他这句话根本就是 我们看起来是天方夜谭 但是也有时候也真的很难说 像那个 自动开车 自动开车 我们也认为是很难 但是Google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那所以这个或许Google有他独门的秘方也不一定 好 那现在呢 其实有一些 像 Osh他就参与了很多的机器翻译的开放原始码 专案 像GIZA++ MKCLS YESMATE 那这些后来还有像GIZA++和MOSIS这种统计式翻译 那这些有些都有开放原始码 像GIZA++的开放原始码在这里 OK 那MOSIS的开放原始码在这里 好 我们稍微看一下GIZA++的开放原始码跟MOSIS 这个是GIZA++的开放原始码的网站 那你可以从这边去下载 它的最新版 2012年还有新版出现 那这是GIZA++的 那MOSIS 这个都是做统计翻译 做得比较好的一些专案 前几年做得比较好的专案 好 那这是MOSIS的开放原始码专案 那你应该可以从它里面直接去下载这个 像取得Source 取得这个原始码 现在也是放Github 所以这个Github各位真的有必要学会使用它 那我最近也才在才在使用它 因为之前其实我接触这个也没有接触很多 那那但是现在它越来越重要 所以建议各位可以去去用用看 但是它的你可能要先看一些怎么样用的文章 才有办法入手 这不是一个像抓Bus那样子 我进去点一点就可以用 它是一个版本管理系统 所以它要搭配一些软体 OK 那基本上在Windows里面 你要先灌minGW 再灌 再灌那个MOSIS Git 然后才可以用 所以这个有点障碍 但是现在如果城市的 做城市的人不会这个 人家可能就会觉得 你根本就不会 你就是不行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点 那Github甚至它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城市设计师的 的经济场合作平台 所以真的很建议各位要学会这个东西 那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Github 有机会我们在城市人杂志 就是再去找一下人家来介绍怎么用 像这个是我开的专案 就是针对城市人开的专案 那像这种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写文章 那但是它是用城市码的方式 做版本管理储存 那 OK 那我们找一下 当你找Gith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OK 好 这个Gith是 是 一个很重要的人发明 Tobas Linux的创造人 那 他为了管理Linux 他创造了 Gith 这个版本管理系统 那使得说从前 从前不是没有版本管理系统 很久以前就有了 在我还没来金门 教书之前 我们用的是CVS 这个版本管理系统 后来呢 慢慢的发现说 有人做一个叫SVM的版本管理系统 那 目的就是要取代CVS 后来他也真的好像有取代 但是就在他还没有完全取代的时候呢 Gith就出来 那所以现在Gith反而变成是更多人使用的版本管理系统 我有一些大学同学 他们从前用SVM的 现在几乎都转去用Gith 那这里是一个很有用的那种软体开发 合作开发的工具 Gith 现在用Gith的真的很多 那这边应该有一些Gith的相关的手册 那这边都是英文的 这里有一个 有一本书 这本书是ProGith 那它有英文版的 后来被翻成各国语言版 那如果你想要熟悉Gith 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光是为了要学这个东西 其实就得看一本书 并不是随随便变像Drabus那样 你不会为Drabus去看一本书 但是为了学Gith 你可能真的要看一本书 那这是ProGith 这本书 那大概我们今天上课就先上到这里 那下礼拜呢 我可能会给各位一个范例程式 然后把今天可能有一些地方 我觉得数学的那些东西 其实很难讲清楚的部分 如果下礼拜我把它写得比较清楚 我们再看一次 那剩下就是请各位开始准备你的期末考 考的方式跟期中考类似 但是范围就是从期中考之后到整本书结束 那大概是这样 我们就先上到这边下课 我可以跟ул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